准备 准备 小孩这里来复仇了 因为在 上一次 亚洲杯 昨天的比赛 他 输给大表哥了 大表哥拿了冠军 小孩拿了第三名 本场比赛是抢三局 谁先拿了三分 谁获胜 小孩加盛面对大表哥的手法 正特 把气的狂攻 这一赠来就打的 这名字不要不要 好 这名字是 他在冠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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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準備打大表哥一挑戰啊 麻了沒希望了一挑戰 再次跳路暫時打電太高對方第一先拆頭了 早上飛掉幾個氣趕緊摸下盤摸獎 摸到了就是一套十一點招 小哥這裡爆氣 但是作用不是很大呀 先從下盤偷襲沒有成功 還有兩條氣的庫拉對戰一條氣的克龍 目前庫拉力會入落大表哥 小迪 哎小聖龍完美 槍頭關鍵的局面來了 表隊來摸雪 再次偷襲 那現在再次反面小孩飛氣出來 偷下盤 沒有在反面沒辦法連後面的連段 還有16秒 哎呦 再次看來 又把阿珍給他壓制住了 阿珍沒有自己的進攻的節奏了 第一次那現在板邊搶頭第一先解頭小孩想重拳切板 再比改變打法 再比改變打法 小孩選擇跳跳A啊沒有選擇跳C了 不貪 昨天晚上一直選擇跳TD跳C啊 現在今天晚上增加了跳A的一個選擇 好 小蜜蜂偷襲還是不行 小蜜蜂偷襲 偷襲 偷襲中腳再次用重拳強招 再 再 阿珍現在真是要製造起來了 阿珍現在準備 做板邊的博弈 堵了個ES聖龍 跑到小蜜蜂ES板吹飛 沒有資源沒法接超殺 只能再打一套起身壓制 咱們打起身 酷拉用ES的灰燼先機 光之旋舞做一個強壓制 沒有了 同樣的大北哥的中間也是酷拉 上方裡有兩個角色都是一樣的 中間跟大將都是一樣的角色 下個月可能大家就看不到這三個角色了 下個月 因為下個月遊戲會更新 更新之後平衡性會有一個大的調整 小孩的阿珍玩的也不賴 他怎麼不用啊 他的阿珍不行 不如他的其他社 他如果厲害他早就用了 小孩的下盤偷襲 直接遠地小跳打去反跳入 吐空水加點血再吐空水 還吐空水 還吐空水 一萬錢 快點了 哇閃 噗噗想騙小孩 朱森龍 但是小孩沒了 再把奧上了 帶走 滿血的克龍小孩是半血的克龍 小孩來就是一個跳路 先把雪狼給他追回來 瞬间双方雪亮吃平了 小孩这里面有气啊 刚才这里有 有气就抱走了 完了小孩没 小孩拿下大小哥了 二